来看看林书豪的表现 休士顿火箭队客场洛杉矶 最后中场108比119败给了胡仁 胡仁的新上任总教练丹东尼 其实就是林书豪的恩师 林书豪说他很开心 遇到对他信任有加的昔日教练 而林书豪也不会言啊 现在他和新队友还在调试当中 讲飞侠不安 这场拿下大三元 无人气势一入高昂 主要就是总教头丹东尼新上任报道 丹东尼也就是林书豪的恩师 他会演示英雄 让当时在尼克坐冷板凳的林书豪上场 可是林来风的推手 不过可惜在面对恩师领军的胡仁队 林书豪头九中二得五分 其中一分还是抢篮板 眼角流血换来的犯规罚球 表现中以十个猪钩最强眼 相较于上一季最好的分表现 同样面对胡仁当时拿下38分 我只是在一种状态 我只是在一种状态 现在是在一种状态 我只是在一种状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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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至于台北时间下礼拜六 林书豪将在休士顿主场迎接 老东加纽约理科队 两队本季首次交锋球迷更是期待 以上中文新闻 李物娇铁舍来自洛杉矶的 林乌厌下 meillä不然 혹시在一种状态 我的愿让你ãn